大体在这里啦 反复看着报纸上头的照片 家属强忍悲伤情绪 这名56岁的邓姓男子 上个月24号与家人 前往马来西亚旅游时 在第五天准备回国前 被一辆停在饭店门口的斜坡上 载满30多名旅客的游览车 迎面撞上 送医后还是回天乏术 让家属是心痛不已 车子就是停下来 很快就停下来 但是他已经把邓先生 把他撞倒 他们是回过头来 整个募集邓先生被游览车 整个经过他们完全的募集 所以这是让人很脏痛的一件事情 家属表示 一切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尽管当时司机有紧急上车做处置 但还是发生如此喊事 而邓姓男子的骨灰 在各方的协助下 日前顺利敌反台湾 二号上午 明代和工作人员也前往邓家来慰问 除了提供相关协助之外 也感谢邓姓男子的牺牲 解救当时车上30多位乘客的性命安全 阻挡了游览车的路线跟速度 整个游览车可能会掉到边坡下去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邓先生他的这个牺牲自我的一种大爱精神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为我们邓先生来祈祷 也会帮助我们邓先生一家人 他们这样子让机场这样子让我们通关一下 马上就能赶快就把我老公送回来 我们真的很感谢那些 谢谢那些帮忙的人 相关单位真的能帮忙我们协助我们家属 就是那些赔偿法律上的人帮忙我们 对于社会各界的协助帮忙家属十分感谢 而明淡也表示 接下来也将持续要求外交单位 持续和马国政府进行协商 全力帮助家属取得合理的赔偿 这是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